女孩有多漂亮,男友就有多变态 你看她,此时正被男友打上麻醉 准备嘎掉她半个订盘子啊 丽莎哭得离花待遇,请求男友放过她 但,根本没用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订盘子被嘎掉 回到小黑屋,没了屁股的丽莎坐立难安 她努力寻找到逃生口 但却发现,隔壁房还有一个被困女孩 原来,男友阿伟专挑单身女性下手 而这个,也已经被嘎得所剩无几 丽莎本身命大连女屌丝 年纪三十,还没尝过爱情的苦 这天她正逛超市 结果却被帅气幽默的阿伟搭讪 看了阿伟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丽莎很快就被拨动了芳心 经过深入了解,阿伟妻子死了 丽莎感觉机会来了 这不就是老天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吗 果然,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这天周末,阿伟提议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丽莎满怀答应 路上,还将出游信息告诉了好闺蜜黑姐 结果到了晚上 车子就开进了荒郊别墅里 单纯恋爱恼的丽莎没多想 进屋后,就结果阿伟递过来的酒杯 一口闷进肚子后 丽莎很快就头晕目眩 一头栽倒在客厅上 等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烤住 丽莎笑了 以为男友喜欢玩这些 可没想到 接下来男友的话 让她毛骨悚然 丽莎崩溃至极 没想到阿伟人面兽心 竟然是人肉市场的供应商 每次做完后都会将肉体打包 再放入受害者的随身物 接着通过顺丰24小时到家 经过米其林厨师的烹饪 最终都成为了上流受惠人群的高端食物 这是一部吃饭时必看的电影 新鲜 醉肉从角肉机里不断胜出 接着下一秒 就变成了一道美味可口的佳肴 女孩将肉送进嘴里慢慢咀嚼 问男友这是什么肉 男友回答 这是订盘子肉 一个小时前 女孩丽莎就被男友打上麻醉 丽莎苦苦恳求男友祝寿 但根本没用 被嘎掉屁股的她坐立难安 甚至还发现 遭遇着同样悲剧的 不只有她 而阿伟所挑选的对象 全都无一例外 没有家人 但好在 丽莎有个不一样的闺蜜黑姐 自从丽莎消失后 黑姐就开始四处打探 但经过一查 当地根本就没有叫阿伟的整容医生 更奇怪的是 阿伟拿丽莎手机回黑姐消息时 无意间回了个丽莎最讨厌的表情包 爱心 果然有毛腻 丽莎没有放弃调查 很快通过照片 就找到她一家人的合照 混蛋 这人居然有老婆孩子 黑姐人很话不多 决定上门撕碎这渣男 来到阿伟家里 便是她妻子接待 告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妻子显然不相信黑姐的话 还问她是不是搞错了 就在两人争辩时 阿伟突然回来了 黑姐立马质问她 闺蜜去哪了 但阿伟却说 根本不认识她口中的闺蜜 心虚的还要将她赶出去 好在黑姐心眼贼多 离开前直接拨通丽莎的电话 好家伙 就这样黑姐一头栽倒 画面一转 原来这夫妻俩是个同伙 女人本是阿伟的粉丝 心甘情愿的被嘎掉长腿 但她没想到 此时的阿伟早已经爱上了新欢 看着更年轻美末的丽莎 阿伟心动了 刚好就是这一点 丽莎也想趁此反击 她开始打扮自己 不再反抗 开始勾引 即使没了订盘子 丽莎依旧魅力四射 果然 阿伟很快就邀请她 共进烛光晚餐 米其林又丸子递得过来 女孩用刀慢慢切开 撒上一层头皮鞋 用叉子插上一块 送进嘴里开始慢慢咀嚼 她知道 这可都是自己的屁股哟 为了能逃出去 她强装镇定地配合着杀人魔男友 没办法 吃完还评价出四个大字 红润细嫩 肥瘦相间 听到夸赞 变态阿伟更上头 立马给她展示出自己的战利品 柜子上满是受害女孩的随身物品 还告诉丽莎 可以随便挑选 话音刚落 丽莎就看到自己闺蜜的手机壳 完蛋 闺蜜也被尬掉 丽莎决定速战速决了 她扭动着曼妙无资 开始引诱阿伟 接着 黑姐闺蜜被找到 丽莎还不忘救下隔壁房断腿女孩 三人就这样互相搀扶着逃离 荒娇也令 阿伟捂着裤裆亮枪追出 拿着盆子是要将他们抓回去煲汤 好在黑姐利用皮肤颜色优势 一个不注意将阿伟扑倒 都说女人是不好惹的生物 丽莎抢过盆子 对着阿伟就将她一命呜呼 本以为变态就此终结 谁知阿伟妻子出现 眼看丽莎敌不过对方 下一秒 好 好